香港中大學生會解散 國安法下香港公民社會瓦解 美中敲定拜集會 分析說美安撫北京恐被得寸進尺 彭博社說集有迫切理由與拜登會談 曾寶寶再發敏感微博 屁股決定腦袋指誰 蘋果剔除34家大陸供應商 學者說限電加速設置 質疑電影長津湖 大陸知名傳媒人被刑區 10月6日晚上 香港富豪劉聯熊夫婦 控制的Solarbrite Limited 將以19.1億港元收購華人置業 將公司私有化完成退市 華人置業是香港富豪劉聯熊旗下的 重要資產平台 主要從事房地產收租和投資股票業務 劉聯熊家族和恆大創辦人許家印 私教岑督 曾幫助恆大在2009年11月成功上市 華人置業幾乎參與了恆大的每次無資 9月13日的公告顯示 華人置業在2017年和2018年先後拆支136億港元 扣入8.6億股的恆大股份 成為恆大主要的股東 從恆大股權獲得的收益 亦佔其總營收的六成以上 不過恆大爆出財務危機後 華人置業亦被拖累 今年上半年數據顯示 華人置業虧損3,728萬港元 創下近5年來的最低值 根據華人置業6日發布的公告 該公司仍持有恆大約5.82億股的股份 華人置業而出售餘下所有恆大股份 按照9月30日 恆大收市價每股2.95港元 預計變演虧損超過100億港元 10月7日 香港中大學生會在Facebook上發表聲明 正式宣布學生會解散 聲明表示 從今年2月以來 中大校方宣布停止代收學生會會費 並要求學生會按照社團條例 或公司條例向政府獨立註冊 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學生會徵詢專業律師意見後 鑑於註冊的風險大 加上曾多次與校方初傷後 仍然難以達成共識 所以9月開學時確定解散 學生會的下屬會將由校方學生事務處接管 美國之音報導說 香港城市大學 理工大學等院校 也已經宣布停止為其學生會代收會費 以切斷學生會的運作經費來源 報導指出 過去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一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包括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 每年悼念六四 2019年的反修例等 但自從中共當局去年在香港強行實施 《國家安全法》後 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受到嚴厲的打壓 在這個過程中 還有大批香港的社會團體宣布解散 而且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10月6日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楊潔篪 在瑞士蘇利市舉行6小時會談 會後雙方反應積極 同時中共軍機擾台次數降到0 分析認為 美國在安撫北京 避免直接衝突 而北京以為美國軟弱 還會連續誤判 美中之間是根本的價值觀之爭 抗共大架局不變 沙利文7日對傳媒表示 和楊潔篪沒有發生3月份 在阿拉斯加會晤時的爭吵 他強調在台海問題上進行了強硬 而直接的交流 沙利文說 這次會晤是為了盡大努力 創造一種環境 令這場美中之間的激烈競爭 能得到負責任的處理 不會轉向衝突或對抗 會談上 雙方還確定 今年年底左右 拜登和習近平將舉行一次視訊會談 最近 中共軍機連續四天擾台 累計共149架次 侵擾台灣防空識別區 ADIZ 但是美中會談前一天 5日、6日 軍機侵擾降到零次 台灣財經專家吳嘉隆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美國只是畫了一個餅 安撫北京 也就是告訴北京 一個中國政策沒變 中共就將這個當作一個公式 第二個就是美國還願意和北京談 雙方還有對話 吳嘉隆說 美國的做法是 一方面說不要新冷戰 一方面在行動上 聯合盟友圍堵中共 他認為美國不在示弱 但是中共會認為 美國在退讓 是美國急了 拜登急了 因此還會得寸進尺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對大紀元表示 拜登政府目前的政策 是盡最大努力 避免直接衝突 而目前風險最高的地方就是台海 唐靖遠認為 拜登的出發點不能說沒有合理之處 但是他的處理方式 如果一美被戰退讓 反而可能令中共得寸進尺 挺而走險 唐靖遠表示 美方一直強調的競爭合作的概念 其實是十幾年前奧巴馬時期提出來的 連要求中國進行負責的競爭 都是奧巴馬時期的說法 但是美中關係是經歷了特朗普時代的警醒後 競爭合作的提法顯然不適合 唐靖遠說 美國主流社會越來越清醒意識到 雙方是結構性矛盾 是價值觀之爭 唐靖遠認為 只要中共爭霸世界的野心不放棄 美中對抗的大格局 就只會越來越激烈 6號沙利文和楊潔篪 在會談上確認今年年底左右 拜登和習近平進行一次視訊會談 彭博社說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有很多迫切理由要與美國總統拜登會談 以緩和美中緊張關係 隨著中共明年將至開二十大黨代會 屆時習近平有望獲得第三個任期 但恆大債務危機以及高層的權鬥依然很激烈等 是國內的棄手問題 彭博社報道認為 習近平希望停止與美國的緊張局勢升級 而又不能顯示在這裡退縮 在這樣的情勢下 美中元首視訊峰會對習近平是一個好時機 習近平在他執政的前九年中 大部分時間都在建立他作為全球參與者的地位 這個角色需要與美國總統共享舞台 並主辦大型活動 例如2月份的北京冬奧會 《大紀元專欄》作家鍾元表示 美中雙方敲定習近平和拜登的視像會議 應該是習近平非常想得到的禮物 報導還說 有消息說習近平不會參加G20峰會 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近兩年沒有走出國門 其原因不排除習近平擔心外出 染疫的風險 但最令習近平放心不下的 應該還是黨內鬥爭越發激烈 鍾元說 十九屆六中全會臨近 習近平陣營很可能擔心 這個時候如果不小心 不要說連任 恐怕身家性命都難保 無論反習陣營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的實力 但近期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都令習陣營不得不擔憂外出的風險 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疾女 房企花樣年執行董事曾寶寶 因為公司債務違約 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第三天前 在微博上發出自暗時刻海報截圖後 10月7日曾寶寶又發敏感微博 說屁股決定腦袋的決策 引來喘測 被指靠山已經靠不住了 她說有意殺手交權 曾寶寶微博上的貼文說 專業的事交給專業人 屁股決定腦袋的決策 交給屁股坐得最穩的那個 其他七嘴八舌致謝不淚 這則貼文 疑似暗藏懸外之音 頗為內人尋味 引發輿論關注 針對曾寶寶的上述微博 中國金融學者陳友誠 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這可能意味著曾寶寶有意逐步放權 拱手將自己持有的花樣年股份 讓給國企或公司合營 反應增加在中共的內部權鬥中 正節節敗退 陳友誠分析說 曾寶寶還說 交給屁股坐得最穩的那個 明顯說明 他的靠山好像已經靠不住了 還有曾慶紅這些人的家族勢力的時候 可以通過先查他們的經濟上的問題 特別是他們在中國各種領域當中的投資 持有的股份 最終的把他們從政治影響力當中的版圖上 徹底的拔除掉 近日 蘋果公司 剔除了34家中國供應商 專家分析 這輪加速令蘋果供應鏈轉移 和中國停電有關 加上美中關係短期難以恢復 蘋果玩不起 躲得起 央視財經報導 蘋果在中國的相關企業超過2000間 目前已經有超過34家中國供應商 被剔出蘋果產業鏈 與此同時 蘋果正在加大對印度等東南亞市場的發展 中國金融學者賀光斌認為 這輪加速令蘋果供應鏈轉出去 和停電有關 他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蘋果之前或者有意雙線生產 中國市場在中國生產 外國的出貨在印度供應鏈生產 但停電導致在中國生產不了 賀光斌說 如果斷電持續時間長 產業鏈轉移出去後 就不會回來 他說 加之中美關係 短時間內好不了 蘋果玩不起 躲得起 近日蘋果iPhone 13熱賣 大中國大範圍 拉閘限電 波及蘋果供應商 出現延遲交貨現象 目前iPhone 13 在中國嚴重缺貨 已創下最長交期紀錄 大陸知名傳媒人 《新京報》《深度報道部》前主編羅昌平 因為質疑中共熱捧韓戰電影 長津湖的正義性 在沙馬被拘捕 10月8日下午 中共沙馬警方官方消息說 2021年10月7日 網民羅某平被舉報 在新浪微博發佈侮辱 抗美援朝志願軍言論 當日 三馬市公安局 吉陽分局 傳喚羅某平 目前羅某平 被以涉嫌侵害 英雄烈士名譽 榮譽罪 被刑事拘留 近期 大陸上演韓戰電影《長津湖》 官媒吹捧中共志願軍的精神等 還說志願軍 在戰役中 因為天氣嚴寒被凍死成冰鯛 大陸知名傳媒人羅昌平 6日在微博上發文 質疑電影《長津湖》 條文說 半個世紀後 國人少有反思 這場戰爭的正義性 就像當年的沙鯛連 不會懷疑上級的英明決策 羅昌平將劇中的冰鯛連 稱為沙鯛連 而沙鯛的意思是愚蠢無腦 羅昌平的言論 立即遭到中共官方圍攻 中共共青團中央微博 《解放軍報》等紛紛發文指他侮辱英烈 與此同時 羅昌平的個人微博被舉報 10月6日 微博官方將羅昌平的帳戶 打上違反社區公約的禁言標籤 有傳媒說 據律師周雷獲得的可靠消息 7日下午2時左右 羅昌平被帶走 當時網傳事發在沙馬 羅昌平多位友人 亦指無法與他取得聯繫 10月7日 大量民眾聚集在平安銀行 寧波杭州灣支行現場 要求還錢的陸像洗版 當日已經有武警進駐維穩 陸像顯示 那些業主拉著白底黑字的橫額 上書平安無恥 先而用南光業主監管資金 並齊聲高叫平安還錢 據微博用戶改造菌爆料 聚集於此的人群中 大部分是南光房產的業主 是因為南光集團 在寧波杭州灣的樓盤爛尾 平安銀行 私自挪用了業主的監管資金 據騰訊新聞10月7日的分析文章 目前南光發展 已經深陷資金鏈泥沼 旗下幾乎所有項目 被全工程陷入停滯狀態 從目前南光發展困局來看 大概率是項目施工建設出現問題 才引導這麼多業主 聚集於平安銀行 追究平安銀行 挪用業主監管資金的問題 有評論說 平安銀行還需要大半年時間 才能真正地倒下 因為它涉及的政治背景太深 但它最終會倒得很慘很慘很慘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下星期見 請問我 請問我 請問我